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립sd.c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是吃吧 玩拔富二代 那我们这次来到台北市区的 一大国附近饮馆的咖啡厅 那他除了食物之外呢 很特别的 就是他里面的景色都超美 超好拍的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為於台北市的爛醉咖啡 一走進店裡就彷彿置身在熱帶國家 近期的裝潢主題是熱情的夏季 用綠月和大天的星空來營造氛圍 而裝潢也會因時節和節慶來做變動喔 爛醉咖啡整體分成三個區塊 室內 球形溫室 戶外 座位區 我們目前所在的位置 就是一進門的室內區 室內區的牆壁上有許多動物的手繪作品 搭配上綠葉是不是感覺非常的放鬆呢 那就讓我們一起前往球形溫室區吧 那像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就是球形溫室區 是爛醉咖啡非常有名的一個拍照打卡的景點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它這個沙發區呢 其實就是非常多女生受歡迎的一個地方 那它其實也是一個真實的位置 像很多人如果其他位置都瞞的話 這邊也可以跟朋友吃飯聊天拍照喔 是不是每一個角落都超級好拍的呢 店長也提到曾經有客人穿著波西米亞風格的洋裝 頭戴羽毛黃罐來拍照呢 我們一起前往最後的戶外座位去吧 我們一起前往最後的戶外座位去吧 耶 那最後呢我們是來到戶外區 這邊也是非常經典的打卡場景 來到這邊都一定會來這邊拍照喔 店內有那麼多漂亮的場景 是因為老闆是兩位model和兩位攝影師 所以對於店內的裝潢可是相當的講究呢 而食物的部分 爛醉咖啡目前是分成白天時段和晚上時段 兩種時段所提供的餐點和飲品是不一樣的喔 那就讓我們來簡單介紹上午的餐點吧 然後接下來我們可以介紹飲料的部分吧 那像這個它很特別 它叫做繽紛夏日水果 然後它裡面呢放的全部都是新鮮的水果 那我們還可以看到像這些造型非常特別的 它叫做夏日造型杯 因為老闆呢都會覺得 欸拍照的時候喝飲料 如果它能夠當作一個裝飾品的話 就會非常的可愛 這個呢叫做微笑薯條 上面有很多可愛的笑臉 吃得抽心情也會很好 而且它的醬呢叫做七絲松露醬 很高級的感覺 趕快吃一口 非常好吃耶 因為它有點鹹鹹甜甜 但是又有那個 巧克力松露的那種 混在裡面就非常特別 目前爛醉咖啡還在試營運的階段 所以白天熟的部分 只有咖啡、茶和簡單的炸物 七月前才會正式開幕 就讓我們一起期待吧 哦 晃全片 也有好 晃全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